马总统上任即将届满一年 最新的民调显示 民众对于他的喜好度是55% 虽然说已经过半了 不过比起他的妻子周美清来说的话 却是略逊一筹 情作公益的周美清 获得民众的喜好度高达了71% 也由于这一年以来 周美清出现在媒体上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而且形象从哭哭扫 摇身转变为亲民的公益代言人形象 尤其他对于偏远地区血统的关心 让人印象深刻 个性鲜明的总统夫人走到哪里 现在都很受欢迎 不过为了第一夫人这个头衔 其实周美清牺牲非常大 连最爱的工作都辞掉了 我们现在就要带您一起回购 这一年来周美清的变与不变 一句话到近一年来 与媒体互动的真实情况 难牺牲的都牺牲了 能接受的也都接受了 但周美清始终无法习惯的 是走到哪都有记者紧迫盯人 周氏不自觉地避开摄影机的方向 眼神也从来不与镜头交汇 这时就有和天真的小朋友在一起 才能让他卸下心房 那你们今天要回家写日记 要不要写你今天来 来历史博物馆 好啊好啊 好啊好啊好啊 好那你要讲什么 刚才那个他说已经偏移话题了 孩子的笑声从台北 南投屏东台东到花莲 山地部落里穿着T恤 牛仔裤的周阿姨 为原住民小朋友带来了关怀和礼物 很多学童因为他有了人生第一次的台北游 而这温柔又有力的爱的抱抱 更是让许多弱势小朋友找到自信的力量 每一个小孩子都是我们的宝贝哦 你们一定要好好地加油 好好地努力 平安地长大 周美青三个字成了公益活动的代名词 不论是世界展望会 红十字会还是各式各样的慈善团体 都因此得到更多的关注跟资源 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一位总统夫人 花这么多的时间和心力跟他们在一起 在这里没有德国 只有关怀 在这里没有理智 只有支持 马英九就职满一年 支持度起起伏伏 但周美青却始终深得民众爱戴 最新的TVBS民调数字显示 周美青七成一的喜好度 远高于马英九的五成五 我好想告诉周女士 我们都好喜欢你 退休之后的周美青突然多出大把的时间 但这样的生活对她来说其实一点也不无聊 除了马不停蹄的慈善行程 欣赏表演 参观展览 以及看棒球 帮她填满许多马英九不在家的时光 职棒牵赌 奥运及经典赛失利 国球史上最低迷之际 底夫人来注入强心针 金融海啸的不仅气袭击台湾 她也号召亲朋好友一起上街 刺激消费 用行动力挺马英九的执政 这个不行 我们没有那么可爱 我们很雄壮威武 但相关活动从来不是经过总统府的新闻管道发布 总统夫人甚至没有形成秘书 要去哪里都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 不想劳师动众 更不想惊动媒体 让我们欢迎中华民活第十二任总统副总统及夫人 丽玲会场 走 从马英九就任的这一刻起 周美清的人生被迫改变 在最爱的工作和不能割舍的丈夫之间 她做出选择 不得已接受第一夫人的头衔 但不愿妥协的 是坚持包裕属于自己的个性 和那一颗不受束缚的心 不愿妥协